Hello, 欢迎来到爱西班阿语,我是露露 今天这期内容我们来学习一些课本上学不到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母语的人又经常挂在嘴边 可能你还听不懂的一些常用的口头语填充词 好,还是老规计这期内容的文字版和更多的免费西班阿语学习资源 在我们的网站爱西班阿语.com上 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填充词用西班阿语是moledija 其实这个词大家看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直小词 它是从moleta这个词来的 moleta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拐的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说到这拐 我就老想到赵文山跟范伟那小品那卖拐 走两步 走两步 好,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拐其实是帮助人们走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这些填充词我们也认为说是起到了一个辅助人们说话的作用 所以被称为moledija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七组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这些填充词 好,第一组呢就是ocea estesir 好,这一组呢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尤其这个ocea 真的,有的 母语的人真的就是经常给他挂在嘴标上 如果你在西语国家生活的话 你可以就是留意一下 它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理解成我们中文的 我的意思是 也就是说 或者说的意思 我们用于解释 说明你之前所说到的一个内容 好,为了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呢 我都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情景 好,这样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去理解它的意思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片段 好,我们来看刚才这个短片 这个男的他又问他说 你是怎么照顾宝宝的 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 仅仅他说 这里边这个ocea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说 或者说的意思 我们之前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之后呢 他又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再去说明他之前提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谁帮助你照顾宝宝 我的意思是说 谁帮助你照顾宝宝 大家可以理解吗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好,这句话的意思呢 我们一个个来看 明天呢是不工作的日子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ocea后边 no hay gracias 明天没有课 其实是对前面那句话的一个解释说明 好,我原来在学生时代呢 我就特别喜欢听到这句话 因为明天没有课 好,如果你也有同感的话 你可以给我弹幕扣个1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组 第二组他们常说的这些填充词 其实呢,他们没有一个实际的意义 他们是用于在我们去说话 进行思考的时候 来填充这个空白 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中文的 这个 好,还是老龟子 我们来看两个片段 第二个对话呢 是我当初在墨西哥大巴车站录的 那期视频呢 我来教大家如何用西班牙买票 这个服务员他问我说 我要哪个座位 然后我就跟他回答说 我在说este的时候 其实呢,我是在看哪个座位 现在是可选的 哪个座位比较好 只不过我也用这个este 来填补了一下 我当初思考的这个空白 好,我经常呢 会跟考dele的同学来说 在口语考试中呢 无论是你在回答一个问题 还是在和考官做对话 你在思考的过程中呢 都可以来说 voice este 来代替这个你思考的空白 因为这样的话呢 不会说听起来呢 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么停顿 空白 而且呢,还会听起来呢 比较自然 好 可以同样起到这个作用的 一个填充词 还有avere 只不过他的用法呢 比较多 我给他就给他单拎出来了 好,我们一个个来看 好,他的第一个用法呢 其实呢 就跟刚才的voice este 是一样的 用于去填补你思考的一个这个空白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是一个对话 这里边a说 agora nos vemos 我们几点见面 然后b回答说 avere avere agora 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翻译成 嗯 嗯 几点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呢 他这段时间 他是在想 哎,我几点见面 是在一个思考 只不过呢 我们用这个avere去填补 这个当时这个思考的这个时间 好 下面我们来看 他的第二个用法 第二个用法 就比较字面化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avere 他是什么意思呢 是表示看见的意思 所以他第二个用法呢 就比较字面化 是表示说 给我看一下的意思 嗯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依然是一个对话 A说 comple un cellulette 我买了一部新手机 这个时候呢 b就跟他说 avere 这里边他的意思呢 就说 那行 那你给我看看 你给我展示一下 让我看一眼的意思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 他的第三个意思 他第三个用法呢 其实呢 就是 他的翻译呢 不是固定的 但是他起到的作用呢 是引起对方的一个注意 好 我们还是来看一个短片 这样大家可以更好的理解 好 大家看到哈 这期呢 其实是我在一家墨西哥餐厅录制的 在那期视频里呢 我教了大家 如何用地道的西班牙 点餐和买单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当时呢 是我需要刷卡 然后输入完密码之后 把这个post机呢 给这位服务员 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他说 I wait 嘿 其实呢 我就是想说 引起一个他的注意 我要把这个post机给他了的意思 好 好 还有比如说 你在买东西 你付钱的时候 你给人家钱的时候 都可以说 I wait 好 其实呢 我们就是要去引起对方的一个注意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好 我们来看第四组 Must be in 他什么意思呢 他是表示说 说话者 他在前后两者当中 更倾向于后者 认为后者这个选择呢 是更加正确 更加合适的 嗯 这么听是不是有点复杂 其实很好理解 我们就给他理解成我们中文的 其实 确切来说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也是一个对话 Burgino pasa la fiesta de Juan 你为什么不去Juan的这个聚会呢 然后B回答 Porque no puedo ir 因为我不能去 好 紧接着A他说 Must be in No quieres ir Verdad 这里边这个Must be in 我们就可以给他翻译成 其实 其实是 No quieres ir 你不想去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Juan no es alto Must be in es bajo Juan no es alto Must be in es bajo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Juan no es alto Juan不高 Must be in es bajo 这里边这个Must be in 我们就可以给他理解成是 确切来说 Es bajo 准确来说 他有点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这个Juan描述 Juan不高和Juan矮 说话者呢 认为说Juan矮 这个对他描述是更加准确的 更加贴切的 所以其实呢 我们这里呢 就给他翻译成说 确切来说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个 Por cierto 它对应成我们中文呢 我们可以给他理解成 对了的意思 注意啊 不是说对了 错了的意思 而是说 我们在进行一个话题转换的时候 比如说 你跟人聊聊天呢 突然间说 对了 你们又有事吗 对了 你今天下午干嘛呀 我们进行这个话题转换 让这个转换呢 显得没有这么突兀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 Por cierto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短片 me gusta los volcanes has oubido algo呢 no no pero he visto documentales por cierto me llamo lucas yo soy Antonio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短片 其实这两个人是刚认识啊 就在这聊了半天天了 然后其中一个人发现 哎 我还没跟你说 我叫什么名呢 然后跟他说 Por cierto me llamo lucas 哎 Por cierto me llamo lucas 哎 对了 我叫lucas 好 好 这个Por cierto呢 其实我在之前的一期课本上 学不到的西班牙 提到了这个短语 如果你想学习一些课本上 学不到的地道西班牙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那期视频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组哈 service gay 或者这个gay 其实是可以省略的哈 也就可以直接说service 我们来看他放在聚首的情况 好 当他放在聚首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我们中文对应的 你知道吗 哎 其实呢 他跟我们中文是一样的哈 当我们说你知道吗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 问对方真的知不知道 我们也没在等一个回答 而是说我们用于一句话的一个开头 后面呢 我们会告诉对方一个消息 或者讲一件事情 好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sabes que vamos a mover el plan de trabajo todas las escenas del papa hay que pasarlas al final 好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里他说 sabes que vamos a mover el plan de trabajo sabes que 你知道吗 我们得调整一下这个工作计划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他没有真的问人家说 你知不知道我们得调整这个工作计划 他就是说 用于一个开头 我后面要告诉你一个事情 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了 好 我们刚才说完 他在开头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他放在句尾的情况 大家注意啊 他放在句尾的情况 就不可以加那个gay了 就直接是sabes 他在放在句尾的时候呢 其实就没有一个实际的作用了 他就是一个填充词 他也没有说真的在问你 你知不知道 我们来看啊 比如说这人在喝咖啡呢 他说 el café está muy bueno,sabes 好 这里呢 我们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说 这个咖啡很好喝啊 这个sabes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 就是一个填充的意思 他没有真的在问你说 你知不知道这个咖啡很好喝 好 类似于这样的填充词 还有比如说 no 或者billess 我们就可以翻译成中文的 是吧 对吧 的意思 同样的 其实我们在说中文的时候也是 我们说这些词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并不是在问对方 真的是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口头语 一个填充词 不需要对方回答 好 你还知道哪些这样的西班牙语填充词 欢迎在家在评论里补充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课本上学习不到的地道的西班牙语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 大家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订阅我们 好了 那我们下期见 HASTA LA PROXIMA HASTA LA PROXIMA HASTA LA PROXIMA Türkiye